X光跟其他影像 看起來有點怪怪 是復發嗎 他說也不會是復發 應該是新的啦 不用太緊張 我說 新的聽起來沒有比較好啊 我想說慘了 那如果這樣下去的話 我的人生還有意義嗎 因為我其實每半年都有 在追蹤這件事情 前陣子大概四月底的時候 我去檢查 然後檢查的時候 醫生就把我留下來說 那個 那個超音波看起來是正常的 但是那個X光跟其他影像 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我就說 怪怪的是怎樣怪怪的 他說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也怕誤判 那你再去照一個MRI 你是說照 胸部 胸部 對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就去照MRI說 那個MRI跟乳房攝影 看起來都有亮點 亮點就是有問題的地方 它就有一個亮點 我說是復發嗎 他說也不會是復發 應該是新的啦 不用太緊張 我說 新的出起來沒有比較好啊 對啊 我心想說 沒有必想說 不要太緊張 醫生講話都雲淡風氣 對 因為其實醫生看過很多案例嘛 然後我就很失落回去 我想說 慘了 那如果這樣下去的話 我的人生還有意義嗎 就每一年這樣子亮點 對 我就一直這樣就好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很難過 他就說不然這樣好了 你去做切片 那切片結果出來之後 他就說 這個切片看起來不是很明顯 因為看起來是一片霧狀的 他怕那個範圍很大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很煎熬 他就說 不然你願不願意自費 去做一個 另外一種切片 然後另外一種定位那樣 我就說 我也只能做 我也不能怎麼樣 怎麼辦 我只能做啊 然後我就說好 後來那陣子我非常的焦慮 然後我也覺得我狀態不是很好 因為 你想想看 你就已經生過一次病 然後好了 然後現在在檢查 因為我的癌症的復發機率 的確是偏高的 那你就會擔心想說 那我每年 每半年是不是就要接受這種荼毒 其實心裡會很慌 然後後來 就反正經過反覆測驗之後 那天他就去做了乳房攝影的切片 好 那那個很可怕的 乳房攝影切片完以後 我們不是要等報告嗎 等報告很煎熬 等報告的時候很煎熬 我其實那一陣子 就是我已經跟我老公跟我小孩講說 我覺得啊 我這一次如果再生病 我覺得我應該有一點 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我覺得我應該沒有辦法就是 勇氣 對 再生出那麼多勇氣 去面對這個事情了 很累 真的 對 然後我女兒就 就會哭啊 那小朋友就會哭的說 媽媽 不行啊 我們很需要你要什麼 我也知道這些話不應該 在小孩面前講 對 你也不應該示弱 可是你知道那個害怕已經覺得就是 我覺得我的束後啊 自顧不暇了 我都已經這麼的 面對生活都非常的健康 然後我什麼東西不吃 然後什麼是水該多喝的 健檢該做的 什麼都有做到 我覺得這樣我還生病 我真的覺得我還能做什麼 還能怎麼樣 對 我還能怎麼樣 對 所以那陣子非常煎熬 後來去看報告的時候呢 然後醫生就 你要看報告 好 OK 看起來是沒事 我說 看起來 沒事 我說醫生你確定沒事 他說對啊 沒事了 我說那我現在就 正常了嗎 我說那我現在就是 半年再回來檢查 他說對 你趕快就去安排 就會可以了 那虛精一場 那還好心靈 你知道我當下我是忍住 到整間外面在那邊大哭 因為那個心理肩要兩個月 真的太久了 你不知道你現在到底是好了 還是又來一次 那兩個月的焦慮可能都會生病 但我很感謝 因為他們非常仔細 他們也沒有說 啊 那沒關係 你就等半年再看 他們就是幫我很仔細的講 但的確就是 很害怕